大家好,今天是2月28日,星期三是期止結算日 因此市是比較會黏的,下午更會黏 看看下月期止怎樣做 如果下月期止做好的話更好 下月期止如果不是做得太好的話 就要留心三月的市是怎樣做 可能會有壓力 我們現在再看看 由於今天很黏,有些板塊要看看 最大的板塊是黃金和貴金屬 有交通設施,最近交通設施 公路都比較好些 煤炭也比較好些 現在最近這兩個星期都在前10% 中標珠寶、農業都很小 可以不理會 黃金和貴金屬呢? 由於是區域分割了3個星 由於基數只有8個星 略入30% 那會帶動整個板塊都升了上來 其實黃金和貴金屬不是真正正的表現那麼好的 你也要留意 由於有這個 一人北道就雞犬升仙了 接著有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就是這些交通的線路都比較好 特別要留意一個叫灣區發展 所有大灣區都一定要留意大灣區方面的事情 慢慢一定會做得比較多 煤炭方面 蒙古麥寧、燃煤、蒙古能源等 都比較有好的表現 反正大牛龜的表現就比較小 因為有些錢就是炒這些 炒兩個先就已經升了3% 再其次就有這個中標珠寶 金貓、銀貓 不知道牠捉不得到老鼠呢 2號、狗 好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農業產品 農產品都是很多小奧 由於小奧的 升了上去就要帶動整個板塊上升 又是屬於一人得道、雞犬升鮮等等 首先我們現在看看另外的是個別的股方面 個別股方面 今天很多大牛龜都是有跌的 個別大牛龜跌 但是理想汽車繼續是做得比較好 因為都是業績好的關係 就是旗子 我們看看那個是旗子 旗子方面都是貼著這個 保理加通道的上族 暫時沒有什麼什麼的東西 那我自己個人一直都看 整天都講的了 我上面都看比較紅心一些 看13000 不是13000 18300 下面就看保理加通道的中途 這個大概是1622左右 短期的支持位 應該就是在173 短期的阻力位是173 這些位置 那就基本講好了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可以留意的呢 留意中國食品 我可以留意 好嗎 好嗎 這樣